这条鲜鱼也是年轻老板娘帮我打枕干净的 里面也挂得非常的干净 今天来注意到小玩儿非常喜欢吃的干烧鲜鱼 鲜鱼也是这个链鱼中的一种 它主要是这个尾边是插尾 如果是大口链的话就是尖尾 给它把花刀拿来上起 鲜鱼的入质比较嫩 然后只有一根主刺 所以说还是近两年比较受欢迎的一种鱼 伤口上撒点盐 料酒 配散的姜葱给它捏一哈 然后在这个鱼身上给它码匀 先腌制过十来分钟 我们准备香料 准备一点点五花肉 把它切成可可 大葱把它切成结子 再准备两个泡海椒也切成结 姜和蒜把它切成可可 锅内下入92号植物油 可以稍微少一点 油温烧至露成热 下入这个鱼给它炸一哈 这条鱼有点大哈 这个锅里还装不当下 用大火先把鱼肉炸香炸黄 鱼全部炸好过后 用漏瓢把它漏出来 这个锅里有点小 所以炸起来不是很好炸 锅里留少许油 下入五花肉 先把里面的油汁扁炒出来 炒香后加入泡海椒 还有姜葱蒜 再来一点四川豆瓣 老抽酱油 辣椒面 全部炒香后 全部炒香后烹入点料酒 再加入两瓢水 调味一点贝糖 骨干酸辣 酱油 下入炸好的鲜鱼 转中小火慢慢的烧 大约烧过八分钟的时间 在烧之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汤汤 给它这样子浇起来 因为这个鲜鱼不好翻面 这个鱼基本上烧来差不多了 这样它用漏瓢先把它漏出来装盘 主要我们是要把汤汤给它收干 剩下的这一点油汤 给它淋上一点花椒油和香油 出锅淋在鱼上就可以了 给它淋上去 用筷子把这个海椒跟葱这样子夹一下 会稍微好看一点 撒上性感的葱发美味鸡撑 非常美味的干烧鲜鱼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不仅香 并且加上味浓郁 特别的下饭好吃 喜欢的点赞 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解散 要从这杯上面这样子弄 知道吗 这个这中间这里没有吃 都没有吃 有一个主刺 主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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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很不错哦 爸爸 就是有点点寒我发现 入味了 80 点赞 这里有个刺 对吗 对 不点赞吗 没人不说话 我想让你给我点个赞 来 有水 擦一下 自己擦这样子 这个上面有肉末也很好吃的 这种口口 这个鱼基本上已经吃完了 主要是给我这个小儿子留着的 他喜欢吃 他一个人还在吃 快吃哦